社会消息来看到高雄凤山一间四面佛社 正对面就是派出所 有警方镇住本以为 小小不敢如此大胆前来行窃 但想不到这一个月内就连续被偷了三次 损失金额四万块钱 最近的一次窃贼拿了一把子螺丝棋子 一连撬开三个功德箱 但怎么就是打不开 最后有志工走进来发现 他行机非常的鬼祟可疑 立刻报警来求助 这巡逻员警路过看到了 上前将人逮捕 男子走进四面佛社 东张西望蹲跪下来 不是要膜拜 拿起一把螺丝棋子 功德箱的柜子使劲猛撬 但怎么弄就是撬不开 几乎每个功德箱都被他挖过一次 但功德箱真的太过坚固了 不死心神像鞋膜拜完再挖一次 最后瞧见有人走进来 完蛋了赶快跪下来 假装自己是信徒 你看他又跪在这 我们只说假如没来一招水卡地 他就要落跑了 这间四面佛社 位于高雄凤山中山东路上头 镇对面就是派出所 仍防止不了其歹念的窃贼 一个月接连被偷三次 都是不同人 损失四万元 而最后这起起起案 警方当场在街头将他逮捕 钱没偷到还被抓到通缉身份 四面佛社业者本想说 设立在派出所对面 天花板也都有装设监视器 萧小应该不敢动歪脑筋 结果偷窃的行为越来越夸张 让他们十足头痛 接着高雄正合不得 本节宣传的行为